作者 风行恋 我是秦傲天 精彩 马上开始 第八百一十二集 他提问的同时 下方已经休息下来的领主大领主们 也不约而同 竖直了耳朵 好奇不已 那是一般的魔兽 我赤血大君王 怎么可以与一般的魔兽相提并论呢 要是没点压箱底的东西 我还能被称为 大君王中的大君王吗 赤一瞪眼睛 用那一贯能拽上天的口吻说道 众人狂悍不止 无数魔兽强者 纷纷投去幽怨的目光 老大呀 虽然你说的是实话 可也照顾一下我们的自信心呀 别这么打击人行不行啊 奥风同样狂悍不止 这种话他已经听得习惯了 但如此嚣张的口气 还是让他炯炯有神 心中暗自嘀咕 那黑暗巫角兽和光明银角兽 也是传奇魔兽好不好 刚刚那么危险 貌似也没见他们 施展出君王级的力量 难道他们也是一般魔兽 当然 这话他是绝不会说出来的 天知道赤大爷 会不会大手一挥 理所当然的 就来一句就是啊 到时候 刀锋和剑语 不联手 和他拼命才怪 顿了一顿 只听赤 又接着道 不过 我的肉体 的确没有到君王级 和那块烂石头 拼个不相上下还可以 却很难在短时间内获胜 所以 我使用了特殊换技 赤血战魂 强行分离了肉体和灵魂 凝聚出了战魂 这种状态 有真正的君王级实力 却不能持续很长的时间 而且有点后遗症 使用之后 一个月的时间 灵魂会处于休眠状态 大不影响肉体成凯 灵魂休眠 傲风皱了皱眉头 明亮的黑眸中 闪过了一缕了然 只怕赤 使用这种换技 对他自己 是有很大伤害的 灵魂伤害 不比肉体 恢复起来很困难 不禁摇头道 赤 有时候也不必这么拼命 拖住它 等到断魂岛关闭 我们就能脱险了 那你拿不到 那块和尸币怎么办 赤好看得火红眉毛一挑 傲风一愣 这才想起来 自己先前来此地的目的 不由出了一身大汉 刚刚在那种生死关头 人人都想着 如何才能脱险 根本就不会考虑 和尸币的问题了 没想到赤 却还记得 你想要的东西 我就一定会给你弄到手 不管前面 横着什么样的对手 赤那斩钉截铁般的 声音传来 充满霸气的口吻 让人完全无法提出异议 随即 他看了看傲风 又昂首扬眉一笑 再说 我一厢不喜欢 磨磨蹭蹭的战斗方式 一击必杀 才是我的追求 傲风心中一阵 涌起一阵阵难言的感动 温热的感觉直达胸口 释然一笑 也对 这才是那个强大又狂妄的赤 而且他 也有着别样的温柔 只是表达方式 有点与众不同 那后面一句话 就明显是想转移 他的注意力 让他别多想什么 既然如此 傲风也不想让他多挂心 顺着他的口气 轻轻一笑 转移话题道 对了 赤 你刚刚说 君王及强者 都有战魂形态 这个战魂形态 究竟是怎么来的 我也会形成 和你一样的火焰 战魂形态吗 那倒不 赤 摇摇头道 君王战魂的形态是很多的 人类强者取决于 你能领悟的天地元素奥义 引动大地元素的 形成的 就是大地元素组成的 金色大地战魂 引动黑暗元素 形成的就是黑暗战魂 我们魔兽 则是取决于血脉 我是赤血麒麟血脉 战魂自然由火元素组成 傲风你虽然能使用 我的本命火焰 但这和奥义不是一回事 形成的 未必是火焰战魂 而想要凝聚战魂 就必须 灵悟以奥义 引动天地元素的方法 否则 即使是九星巅峰的 如意级大领主 也无法进入这个级别 原来是这样 奥风点了点头 怪不得 能够引动 元素奥义的领主 比同级的领主强 而且地位 也要高尚很多 没想到竟和 成为君王有关 摸了摸鼻子 他忍不住又问 那君王战魂 有什么厉害之处呢 厉害之处嘛 那就可多了 最基础的顺移 和灵魂之力的 蜕变增强 就不用说了 另外 赤黑黑一笑 对奥峰眨眼道 你用枪戳我一下试试 奥峰吓了一跳 一边猛烈地摇头 一边瞪眼道 你不用这么自虐吧 就算要验证 你的防御天下无敌 也别用你化身来的 赤血追魂枪啊 小心被戳出 什么问题来 而且 这是自相矛盾 就算戳不出问题 也会有损 你那个 无坚不摧的英明 你想到哪里去了 君王战魂 哪用得着什么防御啊 赤 见奥峰 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露出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只好主动地伸伸手 一条手臂 飞快地 随手往奥峰的枪尖上一挥 却是刹那间 穿枪而过 仿佛他只是一个幽灵 完全没有受到伤害 咦 看到这奇异的景象 奥峰再次惊讶了 也顿时明白了赤的意思 恍然道 我懂了 原来战魂形态 是元素组成的 每一个元素 都可以分散开 所以不会受到物力伤害呀 没错 魂阶向上修炼的是灵魂 而君王以上 主要的作战方式 是以灵魂形态 所以技能 大多直接攻击灵魂 君王级以上的强者 同阶对战之间 一般都是用战魂形态 将肉体收入体内世界 有主人的患兽 就直接回到了患兽空间 战魂形态 没有肉体束缚 免疫一切物理伤害 不仅如此 元素灵魂状态 能引动的天地力量 也要强上许多 微能远胜肉体状态 北境中人 会将君王奉为至强 并非没有道理 如果是真正的君王 在一群大灵主中 的确是无敌的 因为 任凭他们怎么攻击 君王 也不会受到一丝的伤害 说到这里 赤又冷冷地扫了一眼 那远处的地面上 被牢牢困覆住 生机不断流失 即将消亡的 容颜君王 不懈地哼笑一声 又道 哼 所以我就说 这块烂石头 根本不是君王 只是短时间内 拥有了君王级的 灵魂之力而已 他连瞬移智能都没有 半调子货都算不上 傲锋 微微点头 又疑惑道 既如此 他又是怎么进阶的 难道 也是幻计 不过 怎么看他 也不像大君王级魔兽啊 这家伙 的确 是用幻计强行提升的 不过 和大君王的幻计比起来 差得远了 是一种罕见的生命幻计 名为献计 凭借燃烧生命 和灵魂的力量 辅助一头幻兽 强行提升 这献计 可是要许多生命 和灵魂之力来支持的 灵魂之力越多 支持的时间越长 你们看到 火山魔兽傀儡 都是经过献计之后 留下的躯壳 你不奇怪 他为什么会开口说话吗 其实 那个开口说话 并不是荣燕君王的本身 而是为他献计 提供能量的家伙 这个人的灵魂 现在已经和荣燕君王 合为一体 应该是和你们一起来 断魂倒的领主之一吧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我们下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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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集完毕